19日上午鐵花路261倉庫這裡 手辦一場嘟嘟樂道火車頭模型展 我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火車迷都來到這裡 我們台東這個舊的火車站 幾十年來 扮演著不只是交通運輸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他其實跟台東的產業 跟台東的經濟的發展 都非常非常的有關係 我相信在這個地方 也是很多台東人的記憶 美好的記憶都在這裡 小時候在這邊 我自己小時候 我唸幼稚園是唸鐵路的幼稚園 台鐵的幼稚園 所以小時候在這邊玩鐵軌也是我的 常常做的事情 那我們 我想所有的台東人 跟這個火車 跟我們這個舊的火車站 都很有 都很有情感 都有很多的共同的記憶 它裡面展示的火車模型 可都是像真的一樣 許多細節部分一點也不馬虎 現場也有導覽解說員來告訴大家 這些火車的歷史故事 如果是這個 客硬的火車 它跑起來的聲音是這樣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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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縣長與文化處長與同民眾一同觀賞這靜態的火車頭模型展 小朋友們更是好奇的前往圍觀這一台一台精緻又真實的火車模型 還有遠從台北的朋友 看到小時候自己所接觸過的火車 便與解說員說起了當時的回憶 因為我就住在那個嘉義北門那附近 那上學的途中一定會經過這條鐵路 小學生通常就是比較頑皮就會覺得說走這個鐵路會比馬路快 那我們就追著後面跑 那車子一來了我就閃到旁邊去 就是這樣 所以那記憶很深刻啦 所以看到他就覺得很眼熟 不管是大朋友對火車的回憶 或是小朋友對火車的好奇 相信在大家內心深處 都會對於火車有些不同的感觸 東台新聞楊國柱台東採訪報導